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百分百 我们今天有请到知名的华人股市操盘手和投资专家 Daniel Wu来到我们的现场 欢迎Daniel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一起算是研讨一下 或者是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Daniel 你怎么看川普的税改 因为税改往往一般都会发生多年的影响 对吧 好像美国历史上是有过四次税改 是吧 对 这次税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这次他十分的大胆 而且是看了比较远 那这次的话呢 税改其实有很多细节 我们就是专门看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在税方面呢 在报税方面呢 我们个人的税其实蛮大的改变了 本来我们的税是比较复杂的 好像有七个不同的级别等级 那现在变成了简单化 变成三个 而且呢 每一个级别的人呢 收入在不同的级别人呢 他的税率基本上就要降低 然后呢 我听主流媒体说 说好像就是说中产阶级是涨了税 就说意思就是反而要多交钱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总的来说呢 我看那个现在至少看到的资讯 就是说呢 我们是其实有减税的 至少从那个收入税方面的那个百分比 本来是有七级的一个税级嘛 变成三级 就是说十五 然后呢 二十五 还有三十五这样子 看每个人的那个收入在哪里 当然说那个收入最高的人群 差不多五十万收入人呢 他还是保持比较高的一个税率 三十九两五 那总的来说呢 等于说他们减的不多 他们减的不多 对 那当然说这个从每个家庭来讲 究竟我们有没有减到税 又看每个人的个人的状况 这个是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点 但是从总的来讲 因为美国都是中产阶级为主嘛 对 所以呢 如果说你减税 而且中产阶级没有受益的话呢 其实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减税的计划 那从这个观点来说呢 他这次做的蛮多的一个改进 而且呢 税率是有减下来 那您觉得像咱们一般 湾区的工程师家庭啊 像比如说年薪十万啊 这一个人工作的 两个人工作就去到二十多万 这种他们会有哪些影响呢 对 他们税率呢 会根据他们的收入而减低的 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可以看到 他那个在百分之十五 跟二十五三十五 这个不同的级别里面呢 个人要对号入座 把我自己的那个收入 那个总的收入放在里面再算一下 基本上呢 从一个总括来讲了 就是说美国这么多家庭呢 这一次的减税呢 用一个量化来衡量一下 其实每个家庭 基本上可以省到一千一百八十五块 平均下来 美国要有两亿多个家庭嘛 所以你算一下 这就知道有多少钱 多少钱我算不过来 多少钱呢 总的来说呢 对整个经济呢 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因为很多国家 包括美国这么先进的一个 一个财经的国家呢 他推动经济呢 其实有两三个手法 第一个呢就是减利息 那这个呢 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呢 用了很多了 所以呢已经不可以再用了 因为你在减利息的时候 或者印钞票的时候呢 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后患 对 那而且呢 你会波动到利率太多 而且会影响美金这样子 那第二个手法呢 就是减税 减税呢 就是政府的另外一个 叫做physical的一个 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个推动 所以总来说呢 这是一个 像另外一个QE一样 对美国经济呢 是有十分大的一个推动力 除了一个每个家庭 个人收入方面 减税方面呢 他还有呢 就对于高资产 或者高收入的人群来讲呢 他把一个叫做AMT 的一个税法呢 他排除了 那这个细节怎么样 我不是 这是比较复杂一点 OK 但是说呢 从刚刚讲到 就是每个家庭的减税得益 有1185块 那这是十分可观的一个数字了 美国人好像他 他的经济更多的 他不是说靠出口啊 他更多是靠国内消费的驱动 是吧 对美国基本上 我们的经济呢 70%是消费 consumption来的 那等于说这个钱 退到老百姓手上 他很多都拿去花掉 然后 要么是投资嘛 要么是去消费嘛 那消费自然的话呢 对很多公司产品呢 它的销售 会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带领 尤其就是新的iPhone 可能是一个直接 省了1000多块就够了 你买吧 对对 有可能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很多人是一拿到退税 赶紧去买东西 对我知道是 那我想这个在那个推动美国的经济 因为他川普是一个生意人 他很懂怎么去推动美国的一个生意 还有经济这样子 那还有呢 就是说 对一个企业方面的减税 还是十分的可观的 因为现在很推动呢 就是很多做生意的 如果你做生意的话呢 可能以前的税率是35%的 有可能会减到最低是20% 那中间差了15%呢 其实是蛮可观的 对很多美国的经济生意来讲呢 是一个十分大的一个现金流 这个对公司是很重要 对公司十分重要 那而且那公司很多小的企业 它一年的那个营收 就是它的revenue呢 是在500万左右 所以呢 就是500万其实呢 它变成有15%之多呢 变成它的利润 这个十分可观的 变成这公司很多钱 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可以请人对吧 可以呢 再把公司自己的一些 equipment呢 或者人事啊 可以再提升 对不对 提升它的那个生产力 所以很多银行就马上就 这个给员工发奖金了 今天 对对对 我记得美国银行就有 是吗 我听说好像Google 也是每个人多发了1000块 这样子 对 当然说在Google 连employee来说 1000多块不是很多钱 对不对 它应该多发点 至少这个 有进到每个人的钱包里面 然后这个还有呢 上市的公司呢 它可以做什么事情 它可以呢 回扣自公司的股票 那变成说 把这些钱 如果一部分来回扣自公司股票的话呢 自然说 多了一个末后的一个推动力 所以股票呢 有可能就因为这个回扣呢 就自然就上涨 所以很多很多呢 我们看到了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不一定看到的一些好的benefit 在经济的一个背后呢 在运作 那你总体来说 你觉得川普的税改 对于美国的股市 会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是吗 它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推动力 所以呢 我想这一股的一个推动力呢 至少可以到 今年的6月份吧 因为市场呢 都是预先的一个反应 因为这个税的话呢 税改一直在 去年的4月份 一直在宣扬到现在 终于出台了 所以呢 其实大家已经有预期 所以呢 在股市里面 今年整个星期 到现在为止都是涨的 而且涨幅十分大了 那跟这个税制的改革 是有之间关系的 那您觉得 川普税改 对于像很多工薪阶层 它是贷款买房的 它对于他们的mortgage 有什么影响 其实这次的税改呢 对我们尤其是投资地产呢 没有很大的利益 它是 有坏处吗 有坏处 对 至少在那个贷款的 那个利率的抵扣 那个interest的抵扣里面呢 原来是100万的贷款呢 是可以抵的 然后所有的利率 但现在呢 降到50万 所以变成是 在加州这么高的 房价的一个地区来讲呢 很多人贷款 可能真的要超过100万 所以变成有一部分 不可以抵税的话呢 变成大家买房的抑郁 还有它的成本呢 可能会降低 就是那个成本会提高了 但是它的抑郁 可能会降低 对我们的房市呢 推动力就会减少 可能有一个负面的 一个短期的一个影响 好 谢谢Daniel 没问题 谢谢